那麼今年世界的景氣應該都比較好 原來這個世界的貨幣基金 他們預測全球大概今年經濟可以成長2.2% 現在已經修正到2.8% 台灣本來預測大概是3.3% 現在已經調整到3.48%去可能還會再上升 因為從6月我們所接受的外銷訂單看起來 已經6月份有388億美金 這個是創造歷年來當月最高的一個外銷訂單的紀錄 那麼我們的失業率現在降到3.98% 已經低於4%了 各方面經濟的情勢在台灣看起來都有在改善 而且在成長當中 那台灣當然還有面臨很多我們的困難 我們向雙邊的私營貿易的決定 雙邊的這個區域經濟這個組織 我們還沒有辦法順利來加入 那但是呢 在ECFA的架構下 我們跟大陸已經有簽署了符號 我剛才提過了 這是一個對立的案子 但是質量來處理它 我們大家朝委要共同的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呢 希望能夠對於兩岸的經貿呢 能夠有非常好的一個基礎來辯定 另外呢 像荒茂也正在談判當中 那呢 爭端這個解決的幾次呢 應該也都差不多 另外呢 投資保障決定 也是都有簽訂 另外就是一個智慧財產權 那老早跟隨著ECFA的一個架構的通過呢 已經老早簽署好了 這個環鼠種種呢 也都是為兩岸的經貿 我們一直在努力當中 那呢 但是 對國外的這些 這個 雙邊的自由貿易決定 我們跟中美中四個國家 五個國家 簽訂了四個決定 這四個決定包括五個國家 另外 我們 就在今年 去年 簽訂了這個紐西蘭的自由貿易決定 還有今年簽署了這個新加坡的自由貿易決定 這個呢 在地法院都毫無意義的來加以這個損查通過 所以我們現在在東南亞幾個國家在努力 進行洽商 進行洽談 那像日本我們也在進行EPA 就是經濟合作的決定 像韓國我們也在洽商 來簽訂 來簽訂 ECA 像歐盟 我們也在洽商ECA 那像 美國 我們期待的是 BIA 就是 雙邊的 投資 這個決定呢 能夠趕快簽署 來奠定 我們加入 這個TPP的一個基礎 那當然 大陸主導的RCEP 我們也是努力的 希望能夠成為其中的成員 如果剛才所講的這幾個 這個單邊或雙邊 雙邊或者是區域性的 這是經濟的 這個貿易決定 能夠簽署好的話 我想台灣呢 就能夠 處在一個 整個世界上 很公平競爭的 一個經濟 這個舞台 所以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絕對不會輸給美人 不況 我們 企業家 人民 都是團結一致 人民勤奮 企業家有腦筋 有策略 有他們各方面 租金基礎等等的 好的條件 所以各位能夠 永遠的回到台灣 來進行投資 我想呢 到時候一定是很不錯